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集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冒牌大学 最近北京油店大学有点烦 因为它被误列进了野鸡大学的名单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看天下 文章标题是我们堂堂211 怎么都被当成野鸡大学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前阵子考生填报志愿 有一份野鸡大学的名单在热传 结果传来传去的过程当中 北京油店大学居然被传了野鸡 其实真正的野鸡大学是中国油店大学 要知道北京油店大学 那可是211好好的一所名校 被错误的勘载成了野鸡大学 那真是既委屈又生气 随后北京油店大学在官方微博上是怒发声明 替自己来证明 无独有武汉东湖学院也被误列进到野鸡大学名单 真正的野鸡大学其实是武汉东湖大学 眼看着无辜躺枪 学校也是不得不对外发布声明 正规大学正规高校被误认为成是野鸡大学冒牌大学 这其实就从一个侧面说明 光从校名来分辨野鸡大学难度有点大 杂志就说了现在这个野鸡大学套路平出 尤其是在这个校名上成绩越高越好 一向正规的武汉东湖学院 后缀人家叫学院 而这个野鸡大学就厉害 直接就敢叫武汉东湖大学 比它本尊高了一级 此外野鸡大学还热衷在地狱上下些功夫 能省那就不用试 甚至都能够直接接这个国字头 我们就拿刚才说到的 正规的北京邮电大学 前缀是北京 而野鸡大学胆肥 直接起名叫中国邮电大学 除了在校名上做文章 这野鸡大学还摸准了考生的心理 一些考生它的分数不太高 但又非常渴望想上这个名校 于是这些野鸡大学就宣称 只要专科分数就可以读本科 我们有内部名额 有特招等等 在这呀 我们就很想给所有考生提个醒 报考大学一定要走正规流程 千万别相信什么天上会掉馅饼 此外 咱们这个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打击力度 让野鸡大学不敢撒野 好 接下来是南风窗文章标题 疯狂的球鞋 一双球鞋多少钱呢 在很多人看来啊 一千两千已经非常不错了 不过呢 咱们来看看某交易平台上的价格 便宜的呢都两万多一双 网上有四万多的 有六万多的 最贵的呀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一双鞋将近十万呢 比那一辆车还贵呢 这到底是什么鞋呀 不过在圈内人来看呢 这个外人 你这属于少见多怪 球鞋已经不单单是用来穿的 它呀还可以用来炒 在各大城市 一些限量款的球鞋啊 会遭到疯抢啊 经常出现什么年轻人排长队的现象 原价一千块钱的鞋 转手呢 就能卖个几千甚至上万 所谓买到 那就是赚到 于是就有了一种公平的分配方式 那叫姚浩 在品牌上的APP上啊 来抽签姚浩 就像这个咱北京车牌姚浩一样啊 是否有资格买鞋 您得拼运气 这些限量款的球鞋 已经脱离了它鞋的属性 变成了一种投资商品 大部分人买到鞋之后啊 其实并没有穿 也不是穿它去打球啊运动啊 而是转手呢 就给它卖给鞋贩子 或者呀 握在手里 等着这价格啊 继续上涨 这个鞋圈 还流传这么一个说法 叫中年人炒股 年轻人呢 炒鞋 人们就像炒股票一样 在那炒球鞋呢 也跟股票一样啊 球鞋呢 它也有交易软件 在里边呢 能看到不断跳动的交易记录啊 这个价格 被制作成了一个图 就跟股票的价格走势啊 那个图啊 差不多啊 人们紧盯着价格走向 随时呢 买进卖出 在这么一股炒鞋风潮当中 有些个学生啊 就下海了 炒鞋圈呢 还流传一些个故事啊 像什么有高中生贷款炒鞋 一个月就赚了两三万 还有的传说啊 说有人干脆就放弃高考 去拍长队 购买限量款的球鞋 这些个故事啊 正假难辨 但却不断在刺激全类人的神经 这文章啊 就提到一个人 做了好几年的球鞋生意 他就说啊 一双新的球鞋 被倒卖那么三次啊 四次啊 还在继续漂流 价格还在不断地往上走 没有哪个人会把它穿着脚上 他就觉得啊 买鞋这件事呢 已经变质了 十双鞋里边有九双都在吵 动则上万一双 甚至呢 十万块钱一双的鞋 那到底谁 最后一个把这鞋穿在脚上呢 或者说 谁都不想成为那最后一个人 有业内人士说了 球鞋 它既不像土地那么稀缺 也不像房子车牌那么刚需 对于很多人来说 鞋呀 可能只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 虚假的需求 要我说 炒鞋 可别炒得过火了 毕竟嘛 但凡是泡沫 终究 它是会破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板块 杂志封面 来看三联生活周刊 封面话题 夏日火锅 这么久 2019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发布 其中啊 一些个数据呢 引发关注 比如 吃货大省 哪家强 哎呦 百无禁忌 得啥吃啥的广东 是排在第二 排第一的呀 山东 另外 吃货最青睐的美食是什么呢 火锅 无论是寒冬啊 还是酷暑啊 都是吃火锅的好时节啊 如果要找一种美食 把各地方的人聚在一块 那恐怕也就是火锅了 比如啊 你说到时令啊 当下不能错过的一个呢 那就是云南野生菌火锅啊 眼下正是当地野生菌生长的最旺季节 在当地人看来啊 如果你把各种菌菇一股脑的下锅 那完全叫爆点天物啊 那一定呢 要调备不同的种类 让菌菇的鲜香 有层次的给它释放出来 说到火锅 自然得说重庆老火锅 那过去啊 物资比较缺乏 人们会把用锅的牛油汤底呀 在高温滚煮之后 循环给它使用 这就是老油 慢慢的呢 重庆人在吃火锅这世上啊 就对了这个老油啊 产生了一种 甚至叫信仰啊 说一次性的锅底 那是缺乏厚重感的 就像那香水啊 只有前调 没有什么中调啊 厚调 到现在啊 大家都讲究卫生了 这油啊 不能老 但牛油这个比例呢 也是万万不能变的 跟重庆火锅的农宴相比 广州的大边炉 这完全是另外一个 清淡的极端 上海呢 不是一个有专属 火锅文化的地方 但这里啊 火锅开的是遍地开花 包罗万象 没有你想不到的火锅品类啊 所以你看啊 火锅有一种弹性的玻璃 有人就说了 中国人呢 倾向于在餐桌上 征镜情感 火锅能够延长交流的时间 还能避免 无话可说的尴尬 它不仅是饮食方式 它更契合中国人的 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 在这么一个炎炎夏日 来一场热气腾腾的火锅 那是最应景不过了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广西一所小学举办散学典礼 向140名学生颁发奖品 每人奖励一条两斤多重的火鲤鱼 助学生都能够逾越龙门 法国举行第十八届世界剪羊毛锦标赛 看谁剪羊毛是又快又好 只见有的选手拿几剪刀是三下五出啊 羊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剪脱了 这次比赛总共五千多只羊被剪了羊毛 是名副其实的抛羊毛啊 内蒙古霍浩特上空出现火烧云景象 红彤彤的犹如一场特效大片 在火烧云的硬撑下 城市披上了一层艳丽的色彩 有人说 这是我意中人要踩着七彩祥云来娶我吗 摄影师拍到这么一幕 一只调皮的小猎豹 对妈妈是动手动脚 一伙用前爪遮住妈妈眼睛 似乎在玩捉迷藏 一伙又把妈妈扑倒在地 这大概就是传说当中的 打是青 骂是爱 好 接下来关注三联生活周刊文章标题 这届家长已经开始培养孩子的财商了 最近有家长说 女儿才读小学五年级 就已经开始经商了 这怎么回事啊 说这个班里流行一种小玩具 但同学呢 不知道去哪买 他们家女儿啊 从网上找到了 每个呢 给她加两块钱 再卖给同学 哎呦 赚到了十几块呀 另外这女儿呢 还郑重其事 和每一个同学呢 签署协议啊 售出盖不退钱 如果因为玩这个玩具 影响到学习 被老师批评 与我无关 家长就感慨啊 现在这一届的小孩啊 对金钱和经济的观念 比以前强多了 对这个儿童财商的培养 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热门话题 什么叫财商呢 简单说 就是要培养 做出明智财务决策的能力 有研究显示 说影响一个孩子财商的主要因素 首先呢 就家庭环境 但这个问题是啊 除了少数从事相关行业的家长以外 人大部分家庭 很难提供比较有效的理财教育 另外 一些家长的观念呢 也存在偏差 认为理财教育重要 但不紧急 可实际上啊 理财教育啊 是有时间窗口的 说六岁到十二岁 就应该养成一个财务习惯 十三岁到二十一岁 就应该掌握金融知识 提高决策技能 近年来 国际上理财教育兴起 一个重要的背景呢 恐怕追溯到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 有人说 信用意识 风险意识 财务规划 每个人 他都应该培养 否则呀 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的 系统性风险 所以呢 有专家建议 将理财教育 纳入到公共教育体系 并且呢 可以在义务教育阶段 给他开展 这么一来呀 不仅能够避免社会问题 还能够促进家庭福利 不过也有人就担心 说孩子 从小就接受这个理财教育 会不会变成一个财迷呀 对此专家说了 如果孩子从小掌握 真正的经济学原理 恰恰不会那么功利 反导会更加的理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茨 食物界超能力者 这指的是有些个食物啊 它具有某种超能力 比如隐形高手花椒 因为这个花椒颗粒太小啊 随处都可以藏生 很多人呢 有过这样的经历 吃麻辣火锅 涮了几片肥牛 捞起来一吃 咬到花椒 哎呦 一口麻呀 再比如 模仿达人 大蒜 他最擅长啊 模仿白肉 每次吃鱼呢 都会误把这个蒜瓣啊 当这个鱼肉 吃爆焦牛蛙 还以为夹到的是牛蛙腿呢 吃到嘴里发现 大蒜 再比如 义荣大师生姜 装谁啊 像谁 你丢在冬笋排骨汤里 它就像个冬笋 你和红烧鸡腿放这一块 它就像鸡腿肉 这些食物界超能力者 屡屡让咱中招 不得不感叹 姜还是老的辣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触电自救 前不久 图片上这位男子呢 在用水棒清洗电动车的时候啊 不胜被电击了 面对电击呢 他并没有慌张 他尝试取下手中的水枪 但做不到啊 于是呢 他就顺势倒地 一边控制不停抖动的身体 一边迅速拔掉了电源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可以算是临危不乱 头脑啊 算是比较的清晰 处理的呢 比较到位 不少人就把这呢 称为是教科书师的触电自救 哎呀 说起来在生活当中触电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触电之后该怎么急救呢 咱们先来说一说触电者自救 触电者可以一边呼救 一边呢你可以奋力跳起 使得这个流经身体的电流啊 失去它导电的线路 另外呢 在跳的同时触电者呢 应该尽可能地载这个电线 争取啊 把这个插头啊 从这个插座上给它拉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 旁人的他救 如果发现有人触电了 得赶快帮这个触电者啊 给它切断电源啊 或者呢用一些绝缘体 比如塑料棒啊 还有橡胶啊 把这个电线挑离这个触电者 如果触电者已经昏迷过去 那么在帮他脱离这个电源之后呢 应该协助他的侧卧啊 并清理出他口鼻中一些异物 以保证他呼吸的通畅 你做完这一些之后呢 赶紧拨打救援电话 让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抢救 总之吧 触电猛于虎 用电须谨慎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一个职业火了 这个职业叫燕瓜师啊 说河南下一县当地盛产西瓜 每年呢都有很多商户来这里呢 收瓜 但怎样才能知道这西瓜红不红啊 甜不甜呢 总不能一个个西瓜给它切开来看吧 于是呢 燕瓜师应遇而生 他们这个任务呢 就是给西瓜来一个出场之前的测评 不让蚕刺瓜流露到市场 据报道 目前在下一线有将近五百名燕瓜师 他们对这个西瓜的了解啊 那都是专业级的啊 只要看一看 摸一摸 敲一敲 就能说出个几分熟来 而且呢 这燕瓜呀 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 刮熟就行了 他们讲究的呢 是熟过头的瓜不能要 刚刚熟的也不能要 那说到这 恐怕咱就好奇了啊 这熟过头的我们能够理解 这刚刚熟的怎么也不行呢 因为路上啊 它有一个运输的过程 你刚熟的瓜呢 等卖到消费者手里 恐怕就熟过头了 燕瓜师就说了 最好的瓜呀 应该是成熟度在85%左右 只有这样的瓜 才能最终在餐桌上 给大家呀 留下最好的口感和新鲜度 现在如今 这燕瓜师不仅成网红了 而且呢 你看 生价倍增 在西瓜销售旺季 一名燕瓜师 他一天摸十万来斤西瓜 一个收瓜记下来 收入能达到好几万 除了燕瓜师 最近另外一个职业 也是备受关注 那就是螺蛳粉检验员 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每天吃这个螺蛳粉 以此来保证螺蛳粉的 这个质量啊 口感啊 说起来啊 无论是燕瓜师 还是螺蛳粉这个检验员 都折释出一点 那就是品质经济受宠了 简单点说呀 就是消费者 对食品质量 有更高要求 而专业人士的介入呢 就让消费者 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他用那句话 事实上本没有燕瓜师 吃瓜群众多了 也就有了燕瓜师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